如果你是个剑侠情缘系列的老玩家 那么对天王两个字肯定不会陌生 在剑侠情缘的初代当中 天王最早是一个帮会的名字 当时男主独孤剑 因为一些原因要跟天王帮的帮主见面 这个帮派坐落于洞庭湖中间的小岛上 入口十分隐秘 我们要在水里胡乱的按十字键 就像这样 才能够找出前进的通路 但即便登陆到了岛上 还需要跟门卫对暗号 选错了直接领合饭 不愧是整个游戏里最隐秘的场所 想进去千难万难 天王帮的现任帮主叫杨英 这个帮派实际上是他的爸爸建立的 死后就交到他手上 独孤剑此行的目的 是想要劝说杨英 把一张叫山河设计图的宝图交给岳飞 在游戏的设定中 山河设计图相当于是高精度地图 可以让宋军在战场上如虎添翼 从此不用再为找路南尔发愁 但问题是 目前的天王帮是一个中立的帮派 既不帮宋朝的朝廷 也不帮惊人 再加上独孤剑跟天王帮之间 还有一点小过节 因此劝说的难度挺高 两人在帮会后面的小胡编 唇枪舌剑 可就在此时 一颗霹雳弹突然扔过来了 诶 有刺客 如此隐秘 且守卫重重的天王帮里头 居然也能够混进刺客 比较的不可思议 独孤剑武功高强 反应神速 在第一时间就抱起杨英 一个愉悦 躲过了霹雳弹的袭击 杨英头上的扎布掉落 现出乌黑飘逸的长发 独孤剑定睛一看 哦 是根主的 天王帮是一个只招生男弟子的帮派 可是帮主竟然是个女人 实在有点奇怪 不过这次的遭遇 让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杨英也不再掩饰她的性别 换了一身女装 并且同意交出山河设计图 剑侠初代是开放式的结局 其中一个就是跟杨英在一起 两人结为夫妻 并生了个女儿 16年后 他们的女儿也成为了一代大侠 跟他爸爸独孤剑一样 在武林大会上栗战各路英杰 夺取了武林盟主的位置 属于比较完美的结局之一 剑侠一整体上虽然无比的粗糙 但杨英的形象还是刻画的蛮出彩的 充满神秘感的天王帮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死后天王这个字眼 在剑侠游戏里频繁出现 03年我玩的剑网1里边 建立角色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的便是天王 排在十大门派之首 因为什么唐门 武毒 少林 丐帮 鹅梅 这些要么是现实当中就有的门派 要么是武侠小说里 频繁出现的字眼 唯独天王 确确实实是剑侠系列 自创出来的一个门派 让他排第一没毛病啊 在剑侠世界里 天王也是排在十大门派之首 永远都是最醒目的那一个 天王帮只招收男弟子 所以选择天王的话 也没有办法建立女号 无论玩的是枪天还是垂天 全都是皮厚肉粗的坦克 当年的大型PK中 天王永远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一群人 利用几秒钟的无敌时间 冲到人堆里面猛砸 至于无敌时间结束后 基本上就是被杀回城 然后补满药 继续在队伍的最前方冲锋陷阵 杀一个敌人就算回本不亏 杀两个敌人就赚到了 杀三个就是血赚 这便是天王 高猛强悍的冲锋梯 当年我现实当中 一个叫老云的朋友 就是天王的极力推崇者 无论玩哪一款剑侠网游 永远选的都是天王 用他的话说 玩个游戏还微微缩缩的 有什么日子啊 不要怂 就是干 偏偏我跟他的性格完全相反 我喜欢玩法师系角色 躲在人堆里面搞偷袭 感觉更爽 每次看到他在最前面 汉不畏死的冲杀 也觉得挺佩服的 一样迷百样人 大家对快乐的理解就是不同的 天王两个字在剑侠世界里 永远是高人气的存在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公司在2001年的时候 曾经推出过一款单机ARPG 名字就叫做天王 但神奇的是 他竟然是根据一本网络小说改编的 讲述了一个独立于剑侠之外的故事 大概是从90年代中后期 到2000年初的那段时间里 有一种奇特的文风开始流行 简单点说 就是用大量华丽的磁藻 构筑出一个梦境般的世界 天王的原小说就是类似的风格 它不是武侠小说 也不是仙侠小说 甚至也很难定义为科幻小说 里边的情节非常晦涩 人物之间的对白都很怪异 完全不是我们在现实中用来交谈的用语 似乎充满了哲理 又似乎是在梦艺 在喃喃自语 反正各种不明觉力 这样的文风放如今 估计光是一个开头 就已经能够劝退不少人了 还好游戏里并没有过多赘述原作的内容 它仅仅是借鉴了小说的框架 讲述的其实算是一个原创的故事 在天王的世界里 原本有八个部落 他们信仰的都是和平之神 所以原本也是和平相处的 直到其中的一个叫修罗的部落 背叛了和平神 也背叛了其他七个部落 修罗族的实力非常强悍 即便七个部落联合起来 也只能勉强和他们打了个旗鼓相当 七个部落当中最强大的是天族 可是他们的老族长 也就是老天王 在此前跟修罗的战斗中 战死了 族长的儿子虽然成为了新天王 却没有足够的力量 对抗日益强大的修罗一族 天族的老祭司想到了个办法 去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神玉石 这种石头里蕴藏着无穷的威力 传说中一共有八块神玉石 但只要找到其中的五块 就能够利用石头的力量 击退修罗族的进攻 将他们赶回修罗海的地穴之中 由于新天王要镇守天族的城池 他无法亲自出行 于是派出了他的弟弟牙 踏上了收集神玉石的旅途 牙当然就是游戏的男主 他长得五大三粗 胳膊比大腿还要粗 这个形象显然是受到剑侠里 天王设定的影响 一看就很高猛啊 游戏是第三人称追尾视角的ARPG 能够获得经验 让主角的各项数值提升 并且学习更多的招式 但总的来说 风格更偏向于动作ACT 没有冗长的对话和太多交代 简短的开场动画后 直接进入正片 天族的祭司通过秘书 大体上搞清楚了五块石头所在的位置 牙第一个搜索的地点是夜叉地灵 一群群的僵尸从木穴中破土而出 成为我们试招用的火把子 当初在宣传阶段 制作组一直不断重复游戏引擎的先进 那段时间包括无人永生在内的几款国际大作 都是用这个3D引擎开发的 实际上天王画面的表现也确实相当不错 墙壁和物体上的纹理都非常清晰 人物的阴影也很醒目 虽然有时候会诡异的乱晃 不过至少在当年还是很惊艳 很赏心悦目的 地宫的道路错综复杂 有时候甚至还要跳进棺材里 才能够来到新的场景 沿路不断的有僵尸和小怪物来袭 作为最初的生物 他们都非常好对付 真正比较麻烦的 反而是跳跃部分的操作 天王是一个有着大量跳跃要素的ARPG 可是男主走起路来 就像是脚底抹油一样 想要利用微操调整好位置 准确地跳到对面的屋体上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在游戏初期跳棺材的一段 就连续失败了好几次 这个地方要从最上层慢慢地往下跳 可是真的很难调整好落脚点 跳来跳去都是死 特别郁闷 当年连续死了好几次 我在最上层随手按了个跳跃键 没想到刚好落在正确的棺材上 也就是我们最终要抵达的位置 过关 这个事我至今都记得 觉得特别好笑 采集素材的时候又试了一下 果然是可行的 此后的旅途中 一直有大量的平台需要跳跃 也一直因为操作的不顺畅 不停的game over 男主从高处掉下去的死亡姿态 非常妖娆 就像这样 我翻滚 旋转 进入轮回 牙在不断的冒险中 逐渐找到了几块神玉石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可是始终孤身一人的冒险 未免也太寂寞了 作为那个年代的游戏 女主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元素 某次在迷宫的深处 牙看见了一块神玉石 不过她并没有立刻上前 因为在石头的前方 有一个女孩比她先一步抵达 可神玉石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很快女孩就踩到了机关 触发了宫殿的自毁系统 倒计时开始 男主赶忙冲过去 准备趁着宫殿崩塌之前 把石头拿到 不好意思 每次在游戏里看到倒计时 我就会不自觉地开始紧张 无法担定地完成跳跃动作 拿到石头画 牙追着女孩的足迹前进 他想要弄清楚女孩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危险的地方 行之一处 类似原始森林一样的地点 男主突然觉得 旁边的残垣断壁的后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刚才的那个女孩吗 把脸凑过去一看 把得了 一个巨大的妖怪就在墙的后面 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妖怪就破墙而出 一把扑倒了男主 并露出洁白的牙齿 准备吃了他 还好男主的脖子特别灵活 你咬我左边 我就把头躲到右边 你咬我右边 我就把头甩到左边 能耐我喝啊 脱困后 便开始了跟怪物之间漫长的缠斗 这是一场比较困难的boss战 怪物边打边退 要在好几个不同的地点进行遭遇战 当中还能看到怪物抓住了女主 还好我们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击杀怪物话 两人之间终于有了一些交谈 可是还没有说上几句话 女孩就趁着牙转身的瞬间 退到了后面的老乌龟背上 趁着老乌龟离开了 牙摸了摸腰间 完蛋了 好不容易收集来的四块神玉石 被他拿走了了 一路追着女孩的踪迹 来到一个村庄 也见到了这里的村长 原来女孩叫家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 她所在的村子 世世代代都受到蛇神的庇护 在蛇神的宫殿里 原本供奉的就是一块神玉石 可是几年前 有人把石头给偷走了 以至于村庄目前是连年灾祸不断 像受到诅咒一样 家为了拯救村庄 不得已才去遗迹里面找石头的 正好遇到男主 就把他身上的石头给偷了过来 村长告诉我们 家此刻已经带着石头 进入到蛇神的宫殿 可是里边危机重重 他希望我们也去一趟蛇神店救救家 顺带一说 村长是有声忧的 我总觉得是个年轻人 在故意模仿老人家的声音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剧情至此都没有什么毛病 村长拜托男主 去蛇神店里面救救家 而男主也需要找回那四块神玉石 然后只要再收集一块 就能够利用五块石头产生的能量 击退修罗伊族了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是必须要去蛇神店一趟的 可是在神店里一直走到最后 我也没有见到家的身影 只见到了个boss 头顶上向在喷喷拳 跑来跑去的非常麻烦 当时心想 估计打败他之后 就有剧情演出了吧 结果还是什么演出都没有 牙击败了喷拳boss 然后进入下一关 在这一关的开始前 有几行文字 大意是说 家所在的村庄 诅咒并没有解除 因为这四块石头 其实都不是当年蛇神店丢失的那一块 必须要先找到那块石头 才能让村庄解除诅咒 恢复生机 同时家告诉男主 他知道在一个叫五蜂之园的地方 可能存在一块神玉石 男主需要集起五块石头 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修罗伊族 因此他听了之后 当然是立刻动身 前往五蜂之园 当年我听的这段文字看了半天 才勉强弄懂了里边说的意思 但还是有很多疑问 比如说五蜂之园上的那块石头 万一就是蛇神殿丢失的那一块 那么到底是男主拿去用 还是女主拿去用 如果是男主先用 那么用完了之后 石头里的能量到底还在不在了 女主接下来 还能不能再用这块石头 去拯救他的村庄 关键是为什么没有演出呢 这些都是陈上启下的重要剧情 都是需要解释清楚的事情 怎么就用一段文字给敷衍了事了 但不管怎么说 男主就是去了五蜂之园 想办法找到第五颗石头 这里的环境 跟英雄萨姆初代里的某些场景非常相似 我放个对比给大家看看 五蜂之园上有一座宫殿 牙在宫殿的最底边 见到了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boss 这也当然不是他的分身 只是个心魔而已了 击败他也不难 毕竟电脑的操作 跟我们是没法相提定论的 心魔实际上是由一个女魔头所操控 他才是宫殿里真正的大boss 游戏整体的难度安排并不是很合理的 中前期有很多难缠的怪和boss 可是很多后期的敌人反而比较容易对付 就像这位女魔头 他会到处乱跑 经常卡在某个角落里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击败他之后 终于拿到了第五块神域石 此时男主唯一的选择 就是回去找女主 跟他进行交涉 好好谈一下 想象中 两人之间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第五块石头我拿到了 但是你要把前面的四块石头先还给我 因为我要五块石头加在一起 才能够打败修罗族 打败了之后 我再把这个五块石头带过来给你 因为对于我来说 它们是一次性的用品 用完就没有价值了 之后你怎么用我不管的 你把这个五块石头全部摆到神圣殿里 也都是口纸的 晓不晓得我说的这个日子 以上是我想象中 男主此时应该去做的事 以及应该说的话 可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拿了第五块石头话 根本就没有回去找女主 要其他的四块石头 而是直接杀上了修罗族盘踞的大本营 等一下 你不是说一定要五块石头的力量 才能够对抗修罗族的吗 怎么拿了一块石头就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但游戏确实就是这么安排的 至于女主的最后一次路面 还是他偷男主身上石头的那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反正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把石头还给男主过 修罗族的宫殿 是一座像宝塔一样的高层建筑 在建筑的最顶端 见到了修罗王 登场的姿态很威风 此情此景 总让我想到天猪系列的开场 牙和修罗王经过殊死的战斗 终于干掉了他 牙也回到了天族的领地 画面一转 来到天族的宫殿里 大祭司的身前 出现了很多发光的物体 我猜应该就是神玉石 数了数 居然有八块 也不知道哪来的 此时天王冲了过来 看到石头散发出的强大力量 他非常心动 不过老祭司的劝说 一意孤行的想要霸占石头的力量 并且把牙给关进了地牢 具体准备怎样处置他 也不知道 正当我被这奇怪的反转 弄了一头污水的时候 女主来了 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大摇大摆的进入到天族的地牢 并且轻易打开了牢门 接着拿出了之前偷走的四颗石头 交还给了牙 这段演出让我更加的一头问号 他果然是一直到此时 才把石头给交出来了 也就是说男主此前 真的只带了一块石头 就去把修罗族的老巢一锅端了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量 更不知道现在天王 想霸占的那些石头 到底是哪来的 但不管他了 既然已经脱困 当然是去干掉天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这个家伙有很多条命 战斗从地宫打到房顶 再从房顶打到宫殿内部 击败他之后 游戏就彻底结束了 结尾动画中 雨过天晴 万物复苏 修罗族们被消灭掉了 企图霸占石头力量的天王被干掉了 世界终于恢复了和平 想来不出意外的话 牙应该当上了天族的新一任组长吧 虽然动画里并没有说 讲道理 作为2001年的游戏 天王的品质并不算差 但也远远称不上完美 游戏曾经在搓招这件事情上 大做宣传 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就能够学会各式各样的武功 都需要按照图上的说明 用搓的形式才能放出来 并且据说 还请了散打选手进行动作捕捉 我的打击手感并不怎么好 体验不到格斗游戏里搓招的快乐 打着打着还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比如敌人经常会跑到我的头顶上 非常滑稽 如果靠墙太近 有的时候会突然穿墙而过 就像这样 死的是不是特别郁闷啊 这种情况在游戏里实有发生 再加上招式的不平衡 剧情的难以理解 跳跃的不好操作 我实在是很难用身心愉悦四个字 来形容游玩的过程 所以上市后波澜不惊 没有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热销 个人认为是很正常的 在结尾字幕的最后 天王的制作组 感谢了剑侠Online的项目组 后者开发出了剑网1 它是我玩过的第一个网游 前后玩了将近四年 当中发生了一堆有趣的故事 今后有时间呢 我也会跟大家继续聊聊 当年玩剑网的有趣经历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